这天,阳光明媚,Dream,乔治和Tekano正开心地看着方块妹的视频,一家三口其乐融融,突然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 乔治起身前往,但他刚打开门便被一击中拳打得倒地不起。 Dream和Tekano见状赶紧拿起武器。 Easter Beast却是不慌不忙,转身竟掏出了一把机关枪。 Dream见状回头便向Tekano吐槽,这人不讲武德。 面对Beast的机枪扫射,Dream和Tekano纷纷躲在沙发后面,凭借中国制造的防弹沙发,两人在枪林袋雨之中毫发无损。 枪声结束,两人探头看去,却发现乔治被拖出了门。 他们急忙追去,但为时已晚,Beast已经发动汽车,将乔治成功劫走。 看着心爱的乔治坐在别人的车上,Dream生气极了。 一筹莫展之时,SubNap开着绿皮车及时出现。 三人立刻上车,出发拯救乔治。 夜幕降临,可怜的乔治被Beast结实在副驾,尽管他奋力地辗转腾挪,却毫无办法。 正当他无比绝望之时,后视镜里传来的绿光燃起了他的希望之光。 正时Dream三人驾车追了上来。 Dream起身站在后座,拿起钻石斧,接着一阵小跑跳到了Beast的车上。 Beast还想转开,Dream早已来到车窗外,发出一个左勾拳。 Dream打算再来一拳,Beast的一个急杀化解,并且掏出手枪开始射击。 Dream巧妙利用车门挡住子弹,接着滑坠车后向钻石斧扔进车轮,想要将车子逼平。 遭到攻击的Beast来到车顶,举起了他的钞票大炮,打算用发射出的承蹲钞票迷失Flappner的眼睛。 Dream见状拿起弓箭,一发百步穿扬,直接打爆车轮,使车子失控,摔出栏杆。 Dream下车前来,然而人去镂空,处理只剩下纸条。 Dream回头看向两个好友,三人决定重新踏上英雄救美之路,他们能否成功呢? 而此时,一脸懵逼的乔治还被五花大绑地捆在火箭上,弱小可怜又无助。 火箭底下Beast对着观众表示,如果乔治没有点关注,就要送他上太空,说完Beast的拿起手机验证。 看完后,Beast的勃然大怒,转过身恶狠狠地盯着乔治,尽管乔治摇头认错,但Beast还是按下按钮,启动发射仪式。 乔治害怕极了,此时,一辆绿皮车划过天际,来者正是Dream三人,Takano,Zapknap,Dream三人整张待发,Beast的还在挑衅。 过来哦! Takano手持钻石剑率先出马。 Zapknap紧随其后,三人展开肉搏,但Beast的更胜一筹将两人全部击倒。 一旁的Dream挥舞钻石剑,蓄势待发,两人剑拔弩张,大战一触即发。 两人大战三百回合,Dream逐渐落入下风。 随着Beast的一技深狠地上钩拳,Dream也被打倒了。 Beast回头看向屏幕,发射仪式准备完毕,火箭马上起飞。 难道Dream和乔治就要天各一方了? 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,Dream竭竭尽全力想要爬到乔治的身旁,但现实是如此残酷。 Beast对着Dream又是一脚,并嘲讽他太过弱小,甚至用钞票进行侮辱。 说完Beast的顺移到了乔治身旁,此时火箭即将升空,难道他是要横刀夺爱,和乔治双送双飞吗? 在巨大的刺激下,Dream颤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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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颤,向着乔治亮向前行。 看着飞向天空的火箭,Dream并没有就此放弃,他心生一剂,将墨影钉珠扔至空中,随后使用弓箭进行射击。 借助弓箭穿过身体的惯性,实现空中停留,进而完成飞雷神三段,成功追上火箭,来到乔治的身旁。 Beast拔出合金箭还想阻止,但Dream此时势不可挡,不仅轻松将乔治救下,还不忘给Beast送上一份大礼。 两人从空中停速下落,危机时刻,Dream抛出母船和乔治,一个船头,一个船尾,安全落地。 成功救下乔治的Dream急忙打电话告诉Tekno这个好消息,以及他们的坐标。 突然,身后传来一声巨响,高空落下的Beast竟然也是毫发无伤,这就是克金的力量吗? 西洋西下三人面面相许,Beast的率先打出武器朝Dream飞驰而来,Dream也抽出钻石剑准的影战。 突然,乔治半路杀出,将Beast的扑倒在地,Dream健壮急忙上线帮忙,两人混合双打。 打得Beast抵开肉战,痛哭一声,任无可忍的Beast只能使用神罗天针将两人全部弹开,只见Beast的脚下掉落一瓶Beast的汉堡汁,紧接着,伟一的事发生了,大地开始出现裂痕,眼将从地表引出,而Beast竟变得无比巨大。 面对如此旁人大物,勇敢Dream毫无聚色,他抽出钻石剑严阵以待,Beast的随手抓起一棵大树向Dream砸来。 Dream灵活走位,躲过攻击,接着扔出钻石剑,依靠立体机动装置来到巨人肩膀,对着Beast的头部便是一套乱披风。 此时,Tekno和SapSap也及时赶到。 由于Beast的鼻骚热后,Dream未能击穿他的护甲,看到这一幕,Tekno拿出了他珍强的缩小药水扔给Dream。 Dream接过药水,迅速砸向Beast的超能力解除,Beast的变回了原来的模样。 作恶多端的他更是掉到大裂缝,很快便会掉入岩浆,万劫不复。 Dream和乔治想来查看,Beast还一脸傲娇,Dream见状表示他是最有应得。 看着巨蛋即将断裂,Beast的命悬一线,人美心善的乔治还是伸出了救援之手。 回到地面的Beast还想给钱当作报答,乔治忽自一笑,表示他不是为了钱才救他,还若勤地邀请Beast加入三名小队。 不成不随,一旁的Dream也张开上手表示欢迎,三人化敌为友,温馨地走在路上。 但Beast的本性买移,竟然恩将仇报,对乔治发起废刺。 乔治回头看向Dream眼里满是不舍。 Beast还想击杀Dream,但他防护四周,完全不见Dream的人女。 此时的他全然不知,他已经彻底激怒了Dream这头铜水猛兽,等待他的将是死路一条。 好! 愤怒的Dream一脚将Beast踢向了太空 解决完Beast Dream连忙跑来查看乔治的伤势 并用新苹果进行抢救 洗个大耳瓜子下去 乔治成功复活 自然欢呼雀跃 他们抬头望向天空 此时天上多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夕阳西下 Dream朝着最要好的朋友们走去 明天又可以一起开心的玩猎人游戏了